大家好,我是阿光 天气越来越热 吃什么都没胃口 猪肝不要老是红烧或者是做汤了 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 鲜香滑嫩而且开胃又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吃猪肝 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吧 我们这边猪肝7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多少钱一斤 今天买了5块钱 把猪肝放在菜板上 接着把猪肝切成薄薄的厚片子 猪肝分为砂肝和粉肝两种 砂肝适合爆炒 粉肝适合凉拌和做汤 今天这块就是粉肝 猪肝不要切太薄 大约一个硬币后就差不多了 切太薄的话吃起来没有口感 全部切好之后 放在一个大碗中备用 接着往猪肝里面加入一瓶啤酒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猪肝里面的血水 用我的左手抓拌两分钟 抓出猪肝里的血水 接着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 这个过程大约5分钟左右 把血水冲洗干净 因为这是猪肝腥味的主要来源 冲洗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在漏勺中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放在大碗中 接着我们开始调味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半勺胡椒粉去腥增香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接着下手抓拌均匀 这里我们一定要多抓拌一下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我们千万不要偷懒哦 充分地抓拌均匀 十每块猪肝都裹上玉米淀粉 抓拌成我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大蒜用刀按压一下 然后剁成蒜末 蒜末我们尽量剁小一些 这样蒜香味更浓郁 全部剁好放在碗中备用 去皮的老姜切成薄片 接着再切成姜丝 然后再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放小碗中备用 清洗干净的香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增加菜品的香味 我们也可以稍微多准备一些 全部切好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一小把香菜切成小段 全部切成三厘米左右长的小段 全部切好放在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准备一些干海椒 准备一些干海椒剪成小段 不能吃辣的就不要放 接着加入清水清洗干净 干辣椒在运输过程中有很多灰尘 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顺便把辣椒籽挑出来 控干水分放在小碗中备用 准备一口锅加入清水 接着加入去腥三件套 葱姜和料酒 锅中水开下入腌制好的猪肝 稍微翻拌一下使猪肝受热均匀 用开水烫20秒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吃起来会很柴 20秒之后猪肝也挤净熟了 接着把猪肝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充分过凉之后 加入切好的蒜末 姜末也倒里面 再下入晾干的干辣椒 加入一勺花椒增加麻辣味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增加香味 接着浇上热油激发出食材的香味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半勺陈醋 小半勺食盐 一勺鸡精提鲜 再加入一勺白糖 接着再加入葱花和香菜 再加入少许的芝麻香油 下手抓拌均匀 使每块猪肝都能裹上料汁 这里我们也要稍微的多抓一会儿 抓拌成我视频中这样 就差不多了 一道美味又下饭的凉拌猪肝就这样完成了 把猪肝盛在盘中美味集成 像这样40度的高温天气 来上一份凉拌猪肝 再加一瓶冰啤酒 真的是太享受了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 留言并转发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